2023年算一算也过了快三分之二 频道开到现在也已经来到第三年 那然后那个订阅数真的是有够没出息 纵使在过去都时不时有许多F1以外的赛车主题 但是重新扫过一轮之后才发现 除了去年初有过一部讲Daka Rally的片之外 好像所有的主题都还是离不开赛车场上 又或是广义上来说 都离不开在博优路上进行的赛事 然后回头看了一下不少影片的留言板 发现好像有不少观众期待可以看到有关拉力赛 尤其是WRC世界拉力锦标赛相关的主题 既然上一集的内容是在说80年代F1的增压大战 有一个不小心爆雷了下部影片的主题会往哪去 这一次就继续留在1980年代的赛车世界 从头到尾回顾一下WRC最经典的两强对决 总结1980年代的赛车世界不外乎就是疯狂两个字 宽松的技术规则连同汽车工业发展进入高峰期 各大车厂无一不大量砸钱参与赛车以外 主管机关对于车辆规则的修改等于是催化剂的作用 催生出了一票性能野蛮同时危险至极的狂暴机器 这里就必须提到1982年赛季开始之前 当今隶属FIA旗下的世界赛车运动委员会 FISA重新制定了车辆分级的方式 原先以数字的车辆分级变成以英文字母区别 同时将既有的级别重新进行整并 譬如代表耐久赛原型车Sports Car的Group C级别 就是从原有的Group 5 Sports Car 以及Group 6 Two-seater Prototype整并而来 另外像Group 1及Group 2 就演变成了房车赛常见的Group N及Group A 但是整个级别当中修改幅度最大的 当属由Group 4演变而来的Group B 也就是专门规范GT赛车的分级 当然要先强调一下 以上的分级并非拉力赛专有 一旦规则容许 举番爬山赛或是耐久赛都能够登陆参赛 不过整个级别发展最失控且知名度最高的战场 当属WRC世界拉力锦标赛 关于规则变化方面 原先Group 4的限制在于至少要在24个月的期间 也就是两年当中生产至少400辆 相同规格的民用车才能获得参赛许可 不过在进入到Group B规则之后 除了生产数字下限下降至200辆以外 原先两年的期限就变成了生产期间无上限 管它是5年、10年、甚至100年 只要生产数字有到200都不成问题 当时甚至有传出车厂在赛会验收车辆的期间 动用了一些小手段 本来同款车可能只有100辆出头 却能浮爆成200辆以获得许可 再者就是不同排放量动力的引擎 对应的最低车重和轮胎宽度 譬如使用三升自然进气动力时 最低车重就落在960公斤 最大轮胎宽度只能到11英寸 另外假如使用涡轮或机械增压时 就必须将最大排放量额外除以1.4 最后就是一辆车为了同时容纳车手和领航员 必须至少配备两个座位 整体来说虽然还是有部分技术限制 但是能让车厂自由发挥的空间却比以往更多 举方引擎配置、进气形态以及驱动方式等都没有太多限制 连同生产数量限制大幅放宽都加进来 让车厂能够使用更高性能的车辆作为改装模板 或是直接开发专用的赛车 那如果用现代车来举例的话 原先只能使用譬如Volkswagen Golf 或者Audi A3等年产量高的房车来改装参赛 但是在进入Group B规则之后 突然变成可以拿Hurricane或是911等超跑进行改装 拔掉车内所有豪华配备 并且装上防滚架以及赛车专用的铜椅 搭配上可以输出超过500匹马力的引擎 以及不断过红线的转速表 车手操纵这些洗劲千华且性能极为狂野的赛车 在未经铺装的乡间小径或是山路上高速推进 还必须设法闪避沿途当中闯进比赛路线 专程来看这些野蛮机器飞驰的疯狂群众 稍微一个差池就可能发生严重夺命事故 以上正是当80年代WRC走Group B赛车规格时 每场分战的缩影 而1983年的赛季除了是失控年代的开始之外 这一年由奥迪以及兰西亚两大强权竟旅为主的对决 戏码也替短暂却灿烂的WRCGroup B时代拉开序幕 1983年WRC赛季的年度开关站 就如今日一般选定在蒙蒂卡罗堵城后方的阿尔卑斯山区内 1000公里的比赛路程在前半段赛事将会横跃积雪未退的山区荒原 后半段则是在多弯且难以预测的柏油路上玩赛 按照前一个年度的趋势来看 奥迪要拿下开门红根本不成问题 自从四环大军在77年为了军事用途开发出四轮驱动车之后 5年之后便首度运用在赛场上 在1982年赛季凭借四轮驱动系统在各类非铺装路面的绝对抓力优势 奥迪全年12-07的战绩糟糕全场 未来的WRC将被四轮驱动车统治 趁着这股气势 在83年季前推出了升级版Quattro A1 寄望在WRC卖入Group B车辆规则的首年打响头炮 但事实上这辆A1还是在前一代Group 4规则下的产物就是了 除了在实际比赛当中验证了四轮驱动的可行性之外 背后又有福斯集团这个有力又有钱的头家撑腰 未来想要怎么杂预算升级甚至开发新赛车都不是问题 最后就是包含Hannou Mekler Ustik Blomqvist等未来的世界冠军 以及赛车界当中成就最高的女性车手Michelle Mewton 等实力强大的战将坐镇 奥迪想在WRC创造一段四环王朝只剩下时间问题 相比之下 意大利代表队Lancia连比赛都还没开跑 就必须面对不少难题 一来就是当时的Lancia面临到财务上的麻烦 纵使有着Martini提供不少资金 在年度预算仍旧处在严重不足下 等同Lancia已经没有开发新车以及四驱系统的余地 Lancia于是选择对前一季首次出赛的037赛车进行升级参赛 动力仅能从后轮输出代表Lancia势必得严你一套最理想的作战策略 简单来说因为四轮驱动车的引擎输出会平均分散在所有车轮上 等于在起步阶段就拥有比后驱车更多的抓力 面对非铺装道路自然就多了一份优势 但是037赛车的优势在于中后制引擎配置 整车的前后重量分配趋近于50-50年代增加的操纵性 在预设抓力充足的博佑路上自然可以更加来去自如 同时Lancia在季末成功延览前一季车手冠军 原先OPPO车队主将Welter Roll 联手78年车手冠军Mark Ewelland 寄望能在Group B元年带领Lancia重版荣耀 纵使眼前面对的是从资源到车辆都占尽优势的冠军大任Audi 但正是名为Lancia的意大利军团同样不是省油的灯 早在进入Group B的时期早已在拉利赛战功标柄 凭借Folvia以及后来的Stratos两大赛车 先后帮助Lancia攀上70年代拉利赛式的霸主地位 论及在拉利赛的经验 Lancia铁定不输德意志大军 但是光靠在拉利赛的经验再怎么说铁定不够 毕竟赛车就是变相的资本战争 光是预算有限对Lancia来说就是个硬伤 眼前面对的是在非铺装道路上有着绝对优势的Audi四驱车 以及福斯集团源源不绝的资金益柱 既然正面硬上完全毫无胜算 此时就回到想办法玩规则 以及各种早洞钻从而获取优势 恰好以上正是Lancia以及他们的总仙Cisari-Florio 最清楚也最拿手的玩法 面对蒙蒂卡罗战前半段赛程的要融不融的积雪 Lancia团队在调校车辆同时就多做了一件听起来相当搞怪的事 在正式开赛之前 祭司团们没事就分头前往附近的超市当中 去将所有可以买到的实验全部包走 并且洒在比赛路线中较为困难且积雪未退的弯道 让积雪能够在赛事开跑之前融化 避免潜在的抓力不足 而当赛程离开雪地重回博游路赛段时 等候发车期间的Lancia趁机替赛车换上了专用的车胎以提升表现 结果在外界普遍看好Audi会夺胜的蒙蒂卡罗拉利赛 出乎意料的由Lancia拿下一二名 Walter Rowe及Mark Ewelland 年首替Lancia在83年赛季开出红盘 但是下一站的赛事将被移至冰天雪地的瑞典 那里的积雪是远多过蒙蒂卡罗 根本无从借由撒盐来开路 在根本不可能赢过Audi的情况下 Lancia做出了相当简单的决定 整队暗兵不动缺席瑞典战的赛程 What? 是啊 整队刻意开赛会天窗确实有点荒唐 但是对于口袋不够深的Lancia来说 却是省钱的不二法门 除了能节省交通费及运送赛车的成本 省下来的开销刚好能对赛程当中 薄油路居多的分战进行针对性升级兼策略想定 想当然而在Lancia全队重缺的情况下 Audi以横扫颁奖台的姿态赢下瑞典雪战 接着又在碎石路居多的葡萄牙战期间发挥四驱车的优势 寄押Lancia 东非战期间虽然意外赋予由Arivatanen为首的OPPO 仍旧带回了二三名 连三战告解之下 使得Audi在积分榜上得以反超Lancia 此时胜利的天平几乎已经向四环大军倾斜而去 但是WRC赛程就是各类比赛环境轮流出现 代表树战下来累积的优势可能在一战之内一次花光 年度第五战移世到位于地中海中央的柯西加岛 超过1000公里的比赛路程 皆是在博游路上比赛的情况下 基本上已经能预期后续的Lancia将提前预约分战冠军 但是对于积分已经大幅落后的Lancia来说 除了在柯西加岛夺胜之外 还必须尽可能最小化Audi能够拿到的分数以缩小分差 此时就又回到完规则的时间 正常来说Lancia在全年的赛程当中 大多数时候只会派上两或三辆车出赛 但是WRC的规则当中 其实是允许单一车队能出动至多四辆赛车应战 面对根本可以当自家后院跑的柯西加岛 Lancia厂队除了赛车出好出满之外 加上Jolly Club等合作伙伴车队 一口气是叫上了六辆037出赛 名副其实的车海战术 而这回的团战包围策略也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 Lancia大军合力在柯西加岛南瓜前四名之外 最大对手Audi还中了最不想中的大奖 车辆接连发生基建故障退赛 而全军覆没连一分都没有 一场大胜就将Lancia重新推回了争冠行列当中 不过对于两大阵营来说 下一轮赛是将前进路况极度恶劣的希腊奔战 代表只要行车时一个大翼就会发生基建故障 按照先前几战的表现来看 希腊战的路况照理来说相当合Audi的口味 但是这都是在赛车没有抛锚的前提下 因为机械故障的问题再次有Audi中奖 本来有机会将前三名一波带走 只剩Stick Blomqvist要回一起第三 想当然Audi的不幸代表的就是Lancia的好运 Roll及Alan成功克服场地劣势抢下一二名 而同样的战局也出现在纽西兰战 Audi再次出现基建故障全员奥斗之下 让Lancia再度夺胜 与Audi之间的分差从肯亚Safari战后的16分落后 经历一波帽子戏法之后反倒领先24分 眼看这回胜利的天平反倒往Lancia倾斜过去 不过当赛程前进太平洋另一侧的阿根廷 比赛全程超过1200公里都是在堵路和碎石地上竞速 在此等环境具有绝对优势的Audi这一次终于不再失守 四环大军联手收下了全场前三名 同场由于Lancia只有Makua Lan以第五名玩赛 让Audi能大幅逼近分数差距 下一轮芬兰战又是同样的路况 碎石路居多等同让Audi能提前预约分战冠军 同时Lancia大军又有新问题产生 Walter Rowe在第一阶段赛程开跑前临时退出 据日后Rowe接受Grand Tour的访问来看 似乎是对于起伏不定的道路环境相当感冒 以及排斥赛车飞起来的感觉因此临时退赛 Rowe的任性等于又送了Audi大礼 Hanemekler和Stick Longquist 联手替Audi拿下第二名 索性自家出赛的Mark Ewelland 再度帮Lancia拿下一席第三 不至于让Audi能直接将积分态势给逆转 过去两战一位037赛车先天上的劣势 让分数差距被追尽了不少 不过对于Lancia来说 仍然大有机会在St. Remo站 提前让83年赛季结果底定 这座临近蒙蒂卡罗的意大利滨海小镇 对Lancia来说除了有非赢不可的压力外 有鉴于当时的车场锦标赛成绩 是采集除了瑞典和象牙海岸以外的实战 积分板更只会取战绩最好的7战 赛前Lancia早已累积到了110分 对比Audi仅拿到98分 加上在车队锦标赛也只剩St. Remo和英国RAC Rally两战 代表Lancia只要获胜 就能同时在自家乡亲面前举起世界冠军的奖杯 尤其St. Remo Rally 绝大多数路段都是在城镇的街道上行径 怎么看都是替037赛车上了速度加成 想要获胜根本不成问题 但是在征逐提前封王的目标之前 Lancia得先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 当高速行径赛段当中的沙土路面时 赛车所刮起的尘土会让前方能见度直接归零 更加麻烦的是 由于WRC在起跑的时候 会以每一分钟放一辆车的频率进行起跑 前车高速奔驰下扬起的尘土 在后一辆车起跑当下根本来不及散去 为减缓尘土飞扬影响视线 Lancia一度是利用装上扫把的维修用货车沿路清除沙土 但显然没什么作用 面对正赛期间的完全散不掉的尘土 Lancia在起跑之后又利用各种手段想办法拖时间 试图让路线上的尘土散去 但很快就被赛会给试货并加以禁止 于是Lancia想要在自家乡亲面前封王 一切就回到了车手的技巧以及037赛车在特定环境上的优势 而接下来的剧情就是Walter Rowe上演WRC时尚最经典的单人秀 Rowe在日后回忆起这场比赛时 就提到当下在尘土飞扬的路线前进时 赛车就宛如四肢的一部分 任何逼近极限的操架都不至于失控 宛如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达到了近乎无我且无人能敌的模式当中 就在这人车合为一体的境界之下 Walter Rowe独自赢下了58个赛段中的33段 搭配完美的团战策略 Lancia成功在自家乡亲面前横扫颁奖台 同时代表在赛季还剩下最后两战的情况下 Lancia成功克服了硬体及资本的劣势 拿下了车场世界冠军 除了是WRC时尚最后一次由后驱车赢得世界冠军之外 Lancia在资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 从奥迪大军手中抢走了锦标 无疑是送给车队上下最有意义的圣诞大礼 在San Remo Raleigh结束的同时 Lancia整年的征战也画上据点提早放下去 奥迪虽然在11月份的RAC Raleigh再次获胜 Hanumakala得以拿下车手世界冠军 但是却改变不了失去车场锦标的事实 而随着1983年赛季的落幕 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时代的终结诚如先前提到 随着四轮驱动技术日渐成熟 奥迪在84年凭借更进化的Quattro A2 和性能更狂暴的S1终能将王座抢回 四驱系统进而演变成了各路阵营开发的重心 之后近30年所有在WRC获得世界冠军的车场 清一色都是使用四轮驱动 因此83年赛季也代表着后驱车最后一次在WRC登顶 而在Audi与Lancia两强高手过招之际 同时宣告WRC至此进入为期四年的Group B失控纪元 极为宽松的车辆规则 吸引到了一众车场争相开发性能破表的赛车参赛 狂暴的车辆性能加技术高超的车手 加极度危险的比赛环境 再加上没再怕出事的热情车迷 让WRC的热闹程度来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当然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回的内容 既然之前都花篇幅重新回顾了F1涡轮增压大战 好像也没有理由不将80年代的赛车世界给重新再回顾一轮 影片结束后也欢迎右转重新回顾一下1980年代的F1涡轮增压大战 那就下部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